昨晚花哨二一段未播出的视频流出 在这段未播视频中 小公局许晴 羽毛阿民显得 没有那么有先机 而是直接了当地说事情 而未播视频的矛头 则直指宁静郑爽 陈一涵抱团 明明都想住帐篷 却都各种客气 他们三人也被网友骂戏惊 为此宁静发微博回应此事 称 过去的事情能不翻就不翻 气得成年老灰 大家都呛 而另外两名成员 郑爽陈一涵 则在其微博下留言评论 郑爽更表示 哈哈哈哈 如果真要这么幼稚 我当然赶快站队 呼叫陈一涵 最后陈一涵也马上评论称 陈一涵到 已经站好了 网友纷纷评论 好好拍戏 早起的事不要管 你们都很好 我们永远支持你 紧急着郑爽又发文 看不惯别人黑我姐 金姐一直保护我和大发 有些事情真不好解释 不过要这么说 我一定要滩浑水 她还直言 看不惯黑我姐 还号召粉丝 给自己的微博评论点赞 有事拜托拉我一下微博 事情发展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吧